国际最新消息来看 科索沃北部境内 塞尔维亚裔民众布满阿尔巴尼亚裔 选上当地市政首长 展开了抗议 造成大约25名北约维和部队成员受伤 从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镇报警察跟抗议人士爆发冲突 警方不断对空鸣枪 示威者则是朝警察丢职各种部品 科索沃北部四个城市在4月举办市长选举 但是当地赛族人认为 参选人全是阿尔巴尼亚族的人马 没有代表性 而这场选举也创下不到4%的投票率 当选的市长想要进市政厅旅行职务 也遭到了激烈的拦阻 而一直不愿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塞尔维亚 也趁机升高战备 在边境部署重兵 两国恐怕随时会爆发军事冲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